好 我们就focus在美国的总统大选 今年的大选 势必跟往年都不一样 以往造势提名党大会是炒热选战 双雄对决起跑拼比的第一场 不过今年拜登和川普都决定 不出席各自政党的总统提名人造势大会 川普留在华府 那么拜登留在他的家乡 远距发表提名演说 接下来三个月的选战还是会很胶着 那么因此互动数位跟社群平台将会杀身震天 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大选 今年是看不到这个场面了 为期四天的共和民主两党党大会 数万人参与造势 盛大提名候选人 但今年因新冠肺炎疫情 美国总统川普和对手前副总统拜登 都决定不出席党大会 之前还吵着要把党大会 从北卡罗莱纳州搬到佛罗里达州的川普 突然变成省钱一哥 考虑留在华府发表提名演说 不过川普要选在白宫发表提名演说 恐怕不是这么简单 因为他可能违反1939年哈奇法 也就是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 连参议院共和党二号人物图恩 都质疑是否合法 甚至表示在任何国有财产 发表政治性演说都会有问题 众议院议长裴洛西也跳出来反对 同一时间民主党准总统候选人拜登也决定 不去威斯康辛州的密尔瓦基 参加党代表大会 将改从他在德拉瓦州的家 发表提名演说 要树立应对危机的榜样 拜登阵营也趁势推出新竞选广告 让拜登跟他一九六七年经典跑车 绿色的雪佛兰科尔维特 大谈美国制造业的未来 五号拜登阵营也宣布 在十一月三号前将狂砸 二点八亿美元银弹 相当台币八十二亿 大打电视和数位广告 这也代表川普拜登对决 将会是美国选举史上 最贵的选战 不过川普阵营也没再怕 七月就募得一点六五亿美元 超过拜登的一点四亿 现在手上共计三亿美金 相当台币八十八亿的现金 拜登阵营也差不多 不过钱再多 川普的致命伤恐怕是这个 川普自己一再散播新冠肺炎 不识讯息 就是这段声称孩童 几乎对新冠肺炎免疫的言论 让社群平台 脸书和推特不约而同 以违反分享错误讯息规定 删除川普和竞选 阵营账后的碰文 不过川普还是握有执政优势 根据拉斯穆森报道最新民调 拜登领先幅度从6%缩小到3% 川普也继续狂打 邮寄投票可能产生舞弊 显然在川普眼里 邮寄投票有双重标准 全看他的州长是哪个政党 对川普来说 摇摆州佛州一定要赢 根据7月底民调 双方差距近3% 亚利桑那州也近2% 都在误差范围内 现在也传出共和党测试 正让已退选的饶舌歌手 肯尼威斯特 挤上部分摇摆州的选票 试图分散拜登的票 好助川普保住白宫宝座 请不及众讯息